OK 哎呦喂啊 我的天啊 這是西班牙的問題 每個國家都有每個國家的苦 是 好 那我們要來看第一名 第六名呢 先看第六啦 先看第六啦 先看第六 不是 那可是這個 可是剩下最兩個國家 對啊 只剩兩個 第一名跟第六名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德國跟韓國 最不苦的嘛 第六名 第四韓國 這就是最不苦的嘛 對啊 第六名 那德國 那到底是德國還是韓國呢 請看 德國 好 可以講 德國人看起來都很嚴肅 就沒什麼歡樂可以 德國的節目基本上都是 談政治的節目 因為我覺得他們是一個很嚴肅的國家 沒什麼娛樂性可言 他們好像課稅就蠻嚴重的 所以他們應該繳稅應該要繳很多吧 他們受愧福利比較高 跟台灣相比起來 就是德國的人民感覺過得比較保障 所以剛才聽到的就是 課稅重 嚴肅 無聊 嚴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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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不過 嚴肅對德國人來講不是苦 那個是正常的狀態 所以那個不是苦命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 德國人的苦 是 高水準的苦 對其他的國家來講 根本不算苦 蛤 蛤 這個不是看不起別的國家 你可不可以用華文來告訴我們 就是 不應該抱怨的東西要抱怨 比方說好了 德國的苦就是讀大學的時候很難 因為台灣的大學太好讀了 太好變 所以我才來台灣讀大學 如果我要回德國讀大學的話 我要很努力 像我哥哥他跟我一樣讀企業管理 可是德國的教授完全不會通勤學生 我哥哥讀那個財務管理課 他被當了兩次 他學了第三次的時候 他剛好遇到 最兇的那個大學最兇的一個老師 那個老師 出考試的時候 如果你答錯的話 不僅是 沒有分數是還會扣分 比方說如果前面兩個題目答對 第三個題目答錯還扣到 倒扣 倒扣 對 好狠喔 我哥哥非常緊張 因為如果你在德國被當三次的話 你沒辦法畢業大學 你而且你一輩子 再也沒有辦法讀那個戲 所以對 意思就是他讀企業管理第三次被當的話 他就沒辦法在德國拿到 那個企業管理學士 壓力也太大了吧 好恐怖喔 所以他把那個教授怎麼了 他都飛到美國去把了一些牆啊 這個教授已經不在了 他怎麼走的 沒有啦 我哥哥後來 我哥哥後來非常認真的讀書 然後真的還好有過了 他真的 我覺得我哥今天是禿頭 真的是跟那個有很大的關係 壓力太大了 你哥哥知道你在節目中這樣講他嗎 沒關係 其實你們看他的照片也會看到的 那個不是秘密啊 但是我覺得在德國好像畢業大學的人 其實第一個 上大學的人不到三分之一 因為德國的教育系統完全不一樣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讀大學 那讀大學的人好像也是30%才會畢業 或是不到一半會畢業 好帥喔 真的太難了 我先生有在德國工作 那時候我們在談戀愛的時候 我就覺得德國是一個很嚴謹 然後很 就是 因為我們平常去都喜歡逛街 買一些Lapari 什麼什麼的 一些保養品 或LV 包包 可是他們 禮拜六 禮拜天 百貨公司休息 對 休息 我就跟我老公講 我老公禮拜一到禮拜五要上班 他那時候他在西門子工作 在慕尼黑那邊 然後我就說 他們禮拜六 禮拜天幹嘛 他說都去教堂 去Amen 我說要靠自己努力 怎麼會Amen 老天爺幫你 要靠自己 然後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是那個時候剛好我來MC 然後我沒有從台灣帶衛生棉 為了要買衛生棉 通通關門 然後後來我的婆婆就說 你們可以到那酒店的飯店 那個Lobby有賣西藥 連飯店的Lobby也關門 後來我實在沒有辦法 到最後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說這個怎麼會這麼落後的國家 後來我用毛巾 因為買不到衛生棉 你知道 飯店的毛巾嗎 不是不是 對 只好用毛巾這樣 他也是沒辦法中的辦法 買不到 還有一個 剛剛也有人講說 德國的節目都在聊政治 對 這個其實 一半是真的 我們是有 其他的節目 可是我們真的很多節目 就是在聊政治 像我們很多 類似像這種節目 是有 可是我們聊的都是政治 藝人會被邀請聊政治 就是很奇怪 藝人也聊政治 藝人聊政治 然後就是而且沒有做效果 沒有那個鋼琴老師什麼 沒有做效果 所以你覺得我們的鋼琴老師 是多餘的囉 對 沒有 在台灣很需要 對 在德國就是沒有這種工作 很嚴肅 對 德國就是 一個就是吃人在那邊 那最近 那個什麼難民啊 你對這個的看法 應該是比如說 比較像小五哥主持的那一種 那一種 但是也不是那種吵架式 沒有那種吵氣氛的那種 就是真的很嚴肅的聊 我們來看第一名 就是最苦命的 最苦命的 韓國 韓國人 你看一下這個 韓國人好像到了 就是七點就要開始上課 然後可能會補習到半夜兩三點 所以我覺得他們 就是比台灣人壓力又更大 學業壓力大 然後上課時間就是 跟台灣相對來講比較長 放學以後 然後還要在學校 有自習到十一點都很晚 就沒什麼時間休息這樣 因為他們競爭工作的方面比較強 就會感覺心機很重啊 然後比來比去啊 感覺常常看新聞啊 好像很多什麼自殺案例 或者是 聽他們說 常常加班 然後炒死工作 韓國的男生都要當兵 而且還要當兩年以上 很辛苦 說韓國男人都一定要當兵 是 逃兵的會被看不起嘛 對不對 然後呢再來是我們上次也聊到說 你們補習會補到很晚 課業壓力很重 然後工作競爭 自殺率真的有點高 是 我覺得對我們這些 住在韓國的人來說 我們韓國人會說韓國是什麼地方 我們會說 我們會說 Hell Johnson Hell Johnson是什麼 Hell就是地獄 煉獄 朝鮮 我們會自己這樣說 這麼嚴重 這是一個我們普遍社會 在說自己的國家的一個說法 因為其實我們有一個三個地方 其實我覺得韓國最大的問題 有三個一個是群體行動 第二個是競爭 第三個是比較 就這三個東西 因為韓國 因為我覺得韓國是真的是全世界 全地球裡面最像 因為沒有個人的一些 自己的意見 沒有自己的主見 不能主張自己的意見 因為大家行動的都一樣 就像跟日本的方式有點不一樣 因為日本也是有點像那樣 可是日本的話 他們自己會 就是自己 就是自己會跟上那個 跟著那個潮流一起走 可是韓國人的話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意見 可是不能表達出來 我去過韓國幾次了 然後我每一次去韓國的時候 我發現他們就是 八九變成他們醫療 他們的壓力 我聽說就是韓國人 就是全世界最喝酒的一個國家 平均來說 好像是超過一個人 一個禮拜超過 有比你還愛喝酒嗎 對 我自己也很愛喝酒 但是他們喝得有一點誇張 他們平均一個禮拜 十三杯以上 就是平均啊 那我就是想我每次去韓國 吃午餐晚餐 旁邊的人一定在喝手酒 或是喝啤酒 不管是什麼時間 他們中間休息 午餐休息的時間 也在喝酒 但是我在獨家 你在講什麼 沒有 我在獨家 那不一樣 如果在美國 不可能是你出去吃午餐 你就喝好幾瓶啤酒 中午才多 美國中午才多人在喝酒 有嗎 有啊 你們啤酒 我們不能把它當汽水再喝 那啤酒不算酒 不好意思 啤酒算是我們的汽水 美國人都愛汽水 啤酒不算 對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 韓國人 韓國人喝酒是一個文化 可是其實不是文化 真的是因為壓力很大 那你要不要發明一些別的酒 或是別的飲料 沒有 燒酒的它的作用是什麼 燒酒不好喝 燒酒的作用就是要讓你趕快醉 所以韓國人有這樣的一個 因為它那個後勁很強 對 因為韓國人常常喝什麼 常常喝 Somek 我們叫Somek 就是燒賣 不是燒賣 對 就是燒酒跟那個賣酒啤酒 對 所以我們會混在一起 為什麼 因為想要喝啤酒的口感 可是想要很快就醉掉 乾淨度 對 真的就是乾淨度 可是你別講 喝所有的酒還只有喝Somek 是最快High的 是嗎 對 可是問題是韓國喝酒的文化 一個很大的問題 是因為我本身就是不喝酒 所以我在大學的時候也沒有去參加什麼 就是喝酒的地方 可是韓國人 我剛剛說的群體行動 假如我們在一起 然後他給你酒 你不喝 你不想喝 連自己說自己身體有問題 他們 就聽到你不喝這個東西 他可能就會開始怕 不喝群 我在常常一樣的問題好不好 可是你不是韓國人啊 對啊 而且你是真的不合群啊 對 像我先生 因為他是 就韓國人嘛 他常常到韓國公司去上班 我覺得韓國人有一個民族意識 他們很好強 然後不服輸 然後尤其是現在韓國起飛得非常快 所以他們都是研發研發 再研發一些東西 然後明明已經是下班了 老闆沒下班 他們不會下班 可是老闆先走了以後 他們還是繼續留在公司 再研發研發研發到很晚很晚 然後呢 如果你今天的工作做完了 你還要去準備明天要開會的東西 所以常常就弄到很晚 然後很晚以後呢 又不回家 大家在一起去喝酒 那我老公又不愛喝酒 他每次去就喝柳橙圓汁啦 檸檬汁就會被人家笑 那有時候喝完以後呢 又摔倒 我就跟他講你不要喝 他說沒有辦法 就是這樣子 所以他們公司很多人喔 高級主管 不是肝癌啦 腦瘤啦 就是癌症啦 很多就是因為高壓 然後他們禮拜六不能放假 還要進公司 有的時候陪老闆打高爾夫球啦 或者什麼啦 然後再進公司 再開會 韓國的公司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就是 公司 老闆 就是公司給你錢 給你的錢 不是因為你的能力 是因為你能忍受你的喪失 對 是我韓國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男生的壓力很厲害 我之前有一個同學是韓國人 一個男生 然後他說 如果要結婚 如果要娶老婆的話 一定要準備就是 一份工作嘛 一台車子跟一個房子 如果你沒有的話 很多父母根本不允許女生 嫁給那個男生 對啊 所以他後來就是完全找不到 因為他是運動教練 沒有很多錢 他就是 只好來台灣 就是 跟台灣女生 其實好像你的故事 好像就是我的故事 因為我 我就是運動教練 然後我現在 絕對不想要結婚 為什麼 因為我就是還沒有我的 屬於我的家跟車 我現在還 就是因為我在台灣 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本身 不可能會去想到結婚 所以對我來說 結婚可能就是三十五四十歲 太遙遠了 如果你想的話 父母會讓那個女生 嫁給你們 就是因為我 因為我都知道這樣一個現象 所以我已經知道這樣 所以我自己覺得 所以也不會有人去 去 對啊 就是接受這樣的一個人這樣 我想請問一下馬丁 那個 我們這些國家 六個國家 都有不同的苦 對 以上這一些 有哪一些會在瑞典發生的嗎 沒有吧 謝謝 這都沒有吧 對啊 又安全 治安好 馬丁本身有什麼壓力 你能夠了解 馬丁現在是一個結婚生過小孩的人嗎 他每天可以出去玩成這樣 他有什麼好壓力 你這樣對他來說是正面的嗎 對 不是 我是說身為瑞典人 就是說他們的福利 可是人家說瑞典雖然睡筋繳得很高 但是他們之後福利也很高 而且他們錢會回來 睡筋會回到身上 對啊 你們睡是繳幾%啊 我忘記了 33 33 有50 最誇張的是 分啦 那個是最基本的 當然是有分 看你什麼工作 看你的那個 他們生小孩可以放490天的價 是啊 而且你生小孩都有 你生小孩都有那個政府會補助給你 而且 對 超多 他每天在台灣那邊 還可以領瑞典 對 而且在台灣念書 在日本念書 還沒有 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把瑞典的貸款的學費 因為不需要啊 對 因為他們讀大學還可以跟政府拿錢 是啊 然後這個破版是最好的 因為很多瑞典都會為了這個 就去領錢 他們不要跟銀行領錢 他們就是要領這個 因為歷史是最低的 非常低 而且如果你死掉或什麼 那就沒了 沒關係 我知道大家現在是不是有怨氣 對不對 等一下馬丁會在出門左轉的那個休息室 等你們去打他 好 好啊 今天聊那麼多 人比人真的是氣死人 知足常樂才是網道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分之一牆下次見 拜拜 好 謝謝 謝謝